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大家再次收看我們的 電視夜間部 嗨 大家好 我是阿JuJu 我是助教道舞師 哎呀 哎呀 我先說 好 你說 請說 上個禮拜的健康課是說腰圍嘛對不對 你說這個腳本是針對我來的 但今天這個禮拜的健康課 絕對是針對你 是針對我嗎 對 今天我們要講的是 下半身的問題 我一眼一看到妳喔 看到RNN我覺得 這個瓜子臉好漂亮 這個腳好細喔 然後 這個 馬鞍的部分 你知道我們就是一直處於一種 想要騎馬的貴族狀態 但是 後來我就釋懷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有很多部落都覺得說 身材 屁股一定要大會身 好像是 你知道其實我還蠻受很多 阿姨跟媽媽喜愛的 可能就是這個部分吧 哇 所以妳這個是 完美的標準身材 耶 但是大家都知道喔 其實這個下半身過大過胖 其實跟一些疾病 可能就會產生一些問題的進去 其實今天這堂課就是好好來教大家 如果妳有下半身 喜歡不良的困擾應該怎麼辦 是的 首先我們先來聽同學們的分享 來 我們先從珍珠好了 先看一下我身材喔 好 導播 導播 可是她身材真的很好 我身材呢 就嗯 嗯 就是我其實沒有這個困擾啦 不過呢 我媽媽還是有提醒我就是 還是要那個就是 維持一下 對 維持啊 然後吃啊 吃的部分要小心啊 要不然在那個電視上 隨時都會有一種發腫的狀態啦 好 謝謝 還年輕 還年輕啊 對 以後30歲之後 我看妳要怎麼辦 對 還有那個法異的問題很大 沒有什麼問題 法異沒有什麼問題啊 上個禮拜 有講到我這個腹部的問題 碰手板 這個腹部的問題呢 就是會穿鞋子也不方便 如果說硬要說我這個 下盤的部分的話 當然就是我這個小腿 小腿是不是 因為這個小腿已經有一點肌肉鬆弛 已經太久沒有用力使用了 那個運動的關係是不是 3不50 還有運動傷害啊 那個膝蓋的部分 所以我看到這個膝蓋 那個俗稱叫痛風 追風少年 追風少年 阿布什 妳呢 有沒有下班生 珍珠無尾泉跟妳一樣很苗條好不好 口說無憑 那個還是前 產後 那個導播照片這樣 唉唷 有準備耶 怎麼還要準備照片喔 有沒有 好漂亮 這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這麼瘦 還沒有生過小孩的時候 妳是花多少錢請人家做什麼辣椒 然後妳看現在生過小孩 只有上半生可以看 下半生 不好意思咧 怎麼辦 哎呀 對啊 我相信我們部落的媽媽啊 還有小姐啊 都有這個困擾 就是產後的問題 今天他可以代表很多的產後婦女 來問一下醫師這個部分對不對 有福了 好不好 那我們接下來有請我們的阿布田 唉 唉 傻傻 阿布什傑啊 雖然我只差一個次喔 我也有招 導播來拍一下我的照片 唉唷 妳看看 我也有那個美好的年輕環境時代 妳看看 不得了啊 妳看看 是不是啊 這個照片怎麼剛好是Key在我身上 幫我把這個背心拿走喔 唉 可是你知道 以前的阿布田是比你現在還瘦的 唉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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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我跟你講 現在技術太好 阿布田我懷疑你這張照片用心 有修過 唉 助教 真的 我跟你講我講真話喔 這個完全沒有修的喔 這是多久以前 五年前 不過 現在為什麼會造就這個樣子 那是因為跟酒的關係 因為工作的關係啦 我誠實說啦 老實說嘛是不是 應酬比較多對不對 以前我的屁股是這樣子的 現在就是往前面 這樣子的 你看 唉唷 喂啊 前凸後又翹就對了 對啊 來 韋紅來分享一下 你下半身有什麼那個 我沒有太多的問題 就是太瘦 太苗條 太有線條 而且我根本就不知道什麼是小負 唉 太氣人了吧 快點坐下 坐下 不過好啦 看了同學這麼多的那個 對自己下半身的問題 但老師說 珍珠跟韋紅 還真的對他們下半身沒有什麼問題 都還蠻苗條的 他們其實就是很標準型的 但是不是很多人都是像他們 這麼幸運的對不對 對 那今天呢 在課堂當中 我們有請到一位醫師 這位是非常厲害喔 他有中醫的執照 有西醫的執照 他從中西醫兩個方面來告訴大家 怎麼樣讓下半身的循環更好 我們歡迎鄧正良醫師 鄧正良醫師 各位觀眾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高興來到電視夜間部的節目 我是鄧正良醫師 謝謝 謝謝 歡迎醫師 哇 你等於是我們下半身 有問題的救星來著 希望是 一定 一定 今天要麻煩醫師好好好告訴我們大家 我們該如何 讓我們的下半身該如何去控制他 甚至如果說我們很大的話 我們該怎麼去注意一下 我們很大的活 我是講我們嗎 好啦 等一下一定還有很多的機會 然後跟電視這邊來好好做一個詢問 對不對 是的 在開始之前我們要準備一小段的新聞 讓大家了解 這個下半身 如果你的下半身越來越肥大 跟你的健康是會有影響 很大的關係 來 請看VCR 當時研究原住民健康狀況的梗英親教授發現 族人的體質有可能導致肥胖的基因 加上飲食習慣與生活受到外來的影響 尤其飲酒過量的族人更有肥胖的危機 除了肥胖的危機 葛英親教授也警告族人的肥胖問題 與太平洋的南島族群類似 跟我們原住民營的南島民族 他們很多地區因為西方食物進去以後 現在他的肥胖 他的糖尿病 幾乎是相當的普遍 葛英親教授也提醒 引發高血糖 高血脂 高血壓 三高問題 也是肥胖問題衍生出來的 已經變成原鄉健康狀況的隱憂 千萬不可以輕忽肥胖的殺傷力 記者不看阿里台北市的採訪報導 哇 這個嚴重了 對 我們以為下半身真的肥胖 可能就是代表很能幹 沒有想到其實 其實還真的會有一些問題 對 當然啦 因為我們人就分上下半部嘛 那下半身看一半都循環不良的話 想必是還蠻嚴重的 嚴重囉 對 今天鄧醫師在這邊 有幫我們帶來一個看板 他把下半身的肥胖類型分做三種對不對 鄧醫師這邊來為我們做一下簡單的介紹 好 那這個呢 我覺得 我這個是我 我覺得呢 這個 為什麼要安排肌肉型脂肪型還是水腫型呢 因為這個從人體的這個陰陽來分的話呢 對 肌肉型是陽氣最盛的 脂肪型是還好 水腫型就已經到了虛症了 就是已經到了陽氣不足了 唉唷 那我們先來講解一下 這個肌肉型這個症狀是 小腿肌肉突出 則表示屬於肌肉型的 就光看小腿啊 對 那個皮肌肌肉呢 表示說這肌肉型的人 他小腸 腸胃吸收功能非常的不錯 對 所以他的腎氣很充足 所以他這種雖然下半身肥胖呢 可是上半身也不會太瘦啦 所以他是整個都是會撞 可能他會成倒三角形那種 比較結實的樣子 對 結實 而且小腿 看起來就是有一點蘿蔔腿 那應該是健美先生推型的 我們布農族很多欸 怎麼辦 布農族的朋友對不對 對啊 怎麼辦 等一下就知道怎麼辦了 待會兒 待會兒 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脂肪型的醫師幫我們講解一下 脂肪型的就是那種 躺在沙發上那種 就是吃了洋芋片看個電視 比較少動 對 然後呢 要洗衣服的話丟到洗衣機 然後 飯來 這個就是比較少運動啦 這種比較容易產生代謝症候群啦 糖尿病高血壓痛風啦 就是脂肪型的啦 油特別多啊 油特別多 肉沒有特別多啊 這種就沒辦法 感覺那種力量存在的感覺那種 比較軟軟的那種感覺 對 有一點彈性啦 有一點彈性 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水腫型 水腫型呢 就是那個 這個就是身材比例會比較不勻秤啦 下半身會特別啦 常常會覺得 怎麼腳忽然腫起來啦 鞋子穿不進去啦 然後忽然呢 有時候今天 今天45公斤 明天47公斤 就是體重呢 會 成波浪狀 為什麼呢 水分排不出去啊 喔 這水腫型呢 這個要補洋氣啊 要補洋氣 要補洋氣 不能一直吃蟹藥 越吃越肥 這個觀念還蠻不錯的 你們以為 很多人 像比如說我朋友他們 還是我自己以前 就會覺得自己很胖 就會想要吃一些蟹藥 把吃的東西排出去 但是其實會越排越肥 越虛 水分越不容易排出去對不對 對對對 因為坊間還蠻多這樣子 以而傳而的說 比如吃什麼東西 或可以排水啊 對 這個千萬不要亂嘗試 等下經過醫師真正的幫你評估 考量之後才可以幫你安排用什麼藥 對 是這樣子 唉唷 但是我們這邊喔 同學剛好在這裡 醫師啊 可不可以請你幫個忙 我們這些同學好好幫他們分類一下好不好 大概是屬於這三種型的哪一型 我們先從阿布斯開始 阿布斯 他這個布弄住的 看起來非常健康 當然喔 他小腿 你看 有這個線條 你覺得阿布斯是哪一個類型 他是介於脂肪型和肌肉型之間 兩者都有 兩者都有 對 他適合飢餓療法 飢餓療法 不用吃太多 不用吃太多 哇 那很辛苦不能吃 好 那我們往下一位 阿布田呢 他我們都是在這邊 阿布田 阿布田這個 這個呢 我覺得就是從肚子以後呢 一直到膝蓋的部分呢 稍微 稍微厚度太厚了一點 厚度 對 比較紮實 我覺得他有一點脂肪型 他有一點脂肪型 有一點脂肪型 但是 但是你看看 那麼帥氣 對 還是有一點肌肉型 肌肉型的脂肪型之間 對 混合體就對了 非常有救的 好啊 這計畫就好了 有福了 那我們偉紅 偉紅是屬於哪一型的 偉紅呢 是屬於那個 令人流口水型 醫師啊 我們有這一型的嗎 望塵莫及啊 要修煉10年 好 才有辦法 今天來的這位鄧醫師 他真的是非常的幽默 如果朋友們 想要直接跟他做一個線上的問答 我們今天有call in專線對不對 我們的call in專線是 02 2634 9121 有問題的朋友們 你們也可以現在馬上的打電話進來 電視在這邊為我們做一個詳盡的解答 OK 對 沒有錯 如果你說 欸 我到底是不是 我的臀圍到底是多少 你可以自己稍微量一下 趁這個時候 就可以打電話進來了 沒錯 那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來我們的 電視夜節目 一次賴花園 我都只是去看看海 這一次我的朋友蟑螂帶我去海邊抓魚 讓我體驗阿美族傳統的哺語方法 他還帶我到傳統市場賣野菜 晚上蟑螂神情 我們一起唱歌 聊天 分享對大海的感情 高興 哪裡來施力 原勢力 一起驕傲你的下巴 一起喜悅 別傷難過錯胸口 慢慢的感動 過兩間 排泊 降石 Zither Harp 原住民各种集体权的一个同意的一个机制了 原住民委员会要在保护原住民权益跟公共卫生政策 现行既定业务推行的这个部分 必须要取得一个共识跟平衡 欢迎回到我们的电视夜节目 今天一样是我们双十国庆 今天是双十国庆 对 忘了跟大家恭贺一下 恭喜我们中华民国 生日快乐 那在家里看电视的朋友们 你们如果想要打电话进来 问我们一些有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 我们的call in专写是 02 2634 9121 对 没错啦 对 刚刚我们提到 其实我们的下半身过于肥胖的话 其实对我们身体还会产生一些疾病 开始产生警讯 在这边我们可能要稍微请教一下医师 教会一下电视 到底我们这个下半身肥胖会产生哪一些疾病 下半身肥胖呢 如果是在阳气比较盛的人呢 例如说肌肉型 或者是脂肪型的人 比较容易产生高血压 糖尿病 碰风这种 就是有进无出啦 吃下去以后排不出来 这种问题 这种有进无出这也蛮可怕 其实你知道 就我所知道 其实我们部落蛮多主人都会有一个病症 就是痛风 对 痛风呢跟喝酒也有关系 跟喝酒也有关系 对对对 它会那个 会干扰我们代谢的过程 就代谢比较不好就对了 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水肿型 水肿型呢 它是比较阳气比较虚的 肉摸起来是软的 然后比较容易喘的 比较没力的 比较容易喘 这个部分 比较容易喘的话 比如说它元气不够啦 阳气不够 有时候心脏会比较无力啦 哦 有时候心脏无力呢 会导致下半身更水肿 哦 就淋巴循环不好 嗯 然后呢 小便呢也会减少 对 后学知道这个概念吗 其实阿瑞莉你应该很了解 因为你是医科的嘛 我对 我本身是医护医 其实 像个医师讲 我不晓得对不对啊 因为我们心脏如果没有力的话呢 你看心脏 你脚我们周边的循环不好 它就像是一个引擎 你周边的循环的水 打不上来打不回来 所以它就会滞留在下半身 是这样子对吗 对对对 然后它本身呢 不够力就打不上来 对对对 嗯 那本身呢 不但心脏 无力还有肾脏也会受影响 哦 例如说有些人它容易蛋白尿 嗯嗯嗯 蛋白尿 蛋白尿 水肿 它会其实会引起一些 呃我们全身性的啊 或者是一些局部系统上面的病变 其实有一个病变还蛮常见的 什么 好像对我们的关节也会有一些伤害 对不对 对对对对 那当然因为这个叫退化性关节炎 哦 退化性关节炎 对 因为其实竹人得退化性关节炎的那个比例上还蛮高的 好像 像我奶奶自己 我家里就有两位老人家都患过人工关节 蛤 对啊对啊 对啊 你看看这个下半身肥胖会产生这么多的疾病 嗯 我们就要好好来看一下 因为这边医师也有准备一个看板 它这个看板是在说 就是那个 关注好像只针对东部是不是 对 它这个调查呢 它是呃我们的内科医学杂志 它针对台东地区的族人来做的一个调查 嗯 呃第一个是族人过重跟肥胖的比例 男性跟女性方面呢 男性这边呢 是25.8 25.8% 这是过重喔 其实还蛮重的 因为它其实是四分之一上面的比例啦 然后男生的肥胖的比例是39.8% 哇 这 这 这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女性过重的是21.7% 对 肥胖 41.5% 比较多耶 你知道男性 你明明就比我胖的比例还比较还多啊 但一心我在这边想要请问一下 这男性跟女性的比例在肥胖上面 我们女孩子好像脂肪天生比男生多是不是 在比例上面 对 还有一个就是说 女性呢到了中年以后呢 她代谢会慢于男性 虽然男性有那个 有中年度啦 女性但是她 尤其到更年期以后 她荷尔蒙掉下以后 她肥胖 有时候肥胖更是明显 是这样子 对 她代谢会更慢 好 那就代谢的部分 有现在很流行有一个 有一个名称叫做代谢症候群 对 代谢症候群 稍微跟我们大家讲解一下 代谢症候群呢 也叫X症候群 X症候群 对 英文叫metabolic syndrome 它是三个膏 三膏啦 血压膏 血糖膏 尿酸膏 只要有这三膏就是 三膏就等于是有这个代谢症候群的问题 这就是 它 它有 它就是说 很多的家族性血压呢 它是一膏啦 就是说高血压 有些人就糖尿病就一膏啦 就血糖膏啦 有些人就是痛风啦 只有一膏就是尿酸膏 只有代谢症候群的人呢 他不得而则以一得三个一起得 三个一起得啊 这样听起来还蛮严重的 对 就是说它生活呢 比较不注意啦 嗯 然后吃东西比较随便啦 其实因为这个板子上面写的还蛮可怕的 对 两人中就有一个是代谢症候群的患者 现在来说 在台中地区的民众耶 对 那我们来看女性呢 会有这个代谢症候群的患者的比例呢 是60 是68.5 对 68.5 超贵的 男性 50.3 好 就是说呢 它这个代谢症候群呢 就是不一定达到发病的标准 哦 它常常在边缘值 好 例如说尿酸呢 嗯 好 例如说它已经超过正常值了 但是还没有痛起来啦 哦 然后血糖呢 范茄血糖已经高啦 但是它还没有达到那个 那个需要吃药控制的地步 好 哎呦 老实说哦 嗯 我在那边跟医师讲一下 其实这只是针对东部对不对 嗯 可是我就在想啊 嗯 东部的人 就我知道 他们生活步调很慢 其实吃很简单 哦 他们不像我们北部 对 我们都吃素食的嘛 嗯 我们不是吃汉堡啊 什么可乐啊 对 都是很快什么三明治 高热量的东西 马上拿了就走 拿了就走 马上就吃了 对 对 应该 这个比例 是北部比较高吧 对 它的意思是说它应该是 一般人会觉得 都市人应该比较胖 乡下的人比较瘦 对 但是看刚刚这个调查 为什么它是反过来的 对 可见我们人呢 只好有一种意识 就是说呢 不要让自己太胖 哦 要有这种观念存在啦 哦 所以饮食上面要多注意 对 假如说你天天运动呢 但是呢 你还是吃那种 高热量的饮食 还有高脂肪的饮食 嗯 还有高 反式脂肪酸饮食 例如说炸的啦 嗯 薯条啦这些齁 嗯 那这个的话特别容易 OK 比較容易就对了 所以这个得要好好注意一下 对 尽量避免吃这些高热量的东西 来 接下来跟大家讲的这个 介绍的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其实是一个还蛮 大家应该从小都很熟悉的饮料 就是酒精啦 对 对 大家以为酒精只有对肝不好 其实不只对肝不好哦 好 还有这边有做一个 他很容易变胖呢 会变胖 喝酒会变胖 有这个标题 然後医师你写也太可怕了 还敢喝酒吗 还敢喝酒吗 对 还敢喝酒吗的看板上面 一开始就说了喔 一瓶350ml的罐装啤酒 对 就等于是150卡 三片吐司 那又等于是三片吐司 对 你看你们想想看 你们如果是喝 以一手来计算的话 就是18片 18片的吐司 对 其实那个热量是很惊人的 所以按照你这样讲法的话 我们想喝的时候 而且是一手的时候 我们就去买18片的吐司吃就对了 你觉得有可能 当然有可能啦 18片吐司吃下去谁还想喝酒啊 也对 可是你知道 不是每个人都只喝啤酒 因为我们别的 比如说比较浓度高一点的酒 好 来 我们这边有 浓度高的有 来啦 一杯100ml的威士忌 等于270卡的热量 有 下到了吧 有没有下到 阿卜田 有 我非常下掉 他不只吓一跳 还吓到掉下来 吓到又吓一跳 吓掉 医师 你对这个 这是正确的吗 很正确 对 那我们再来看 一杯Gin Tony 请酒 等于长岛冰茶 主人比较熟悉的高粱 对 主人比较熟悉的一瓶高粱 等于是400卡到500卡 你知道我们人一天 好像要摄取的热量 但是我记得是好像 1500到2000之间 确确的是不是我忘记了 对 对 然后像这样子 你看如果一瓶高粱就等于 就已经 对 已经好几碗饭了 一餐的热量 对 哇 真的太可怕了 然后再来看一下红酒的部分 红酒一杯是100ml 等于是100卡 喔 喝红酒怎么可能只喝一杯 嗯 一定会很好奇 因为喝两三杯的啊 算一瓶的 一瓶可以到几杯 我告诉你至少8杯 8杯 还有 怎么算的 亲身喝过 就不良的失败啦 好啦 其实我们在部罗很常看到一个酒类 也就是药酒 对 100ml的药酒等于是220卡 喔 没想到药酒的 卡热 那个卡路里还蛮高的热量 就像什么那个 鹿茸酒啦 森茸酒啦 森茸酒啦 陀峰酒那种 保力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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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嗯 其实要 其实老师有做这些卡 是要让我们注意一下 也要让我们电视机前面的同学 了解到说 这些酒类 它真的不只是伤身之外 还会让你肥胖 肥胖又会让你的身体 产生一些警讯 警告 是不是 对 好 同学 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来玩一个 叫做随堂考 喂 那么快就要考试了 都在刚刚的题目里面 你知道吗 还没进入状况就要考试了 当然了 就是要看没有进入状况的时候 没有错 来 道士请出题 随堂测验开始 一般来说下半身肥胖分为哪 及 肿 请 作答 阿卜庭 肌肉 脂肪 水肿 医师她答对了吗 答对了 耶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 我电视机前面的同学 早就已经答完了 做就好 做就好 不過我已经包含两项了 好 第二题来 第二题就比较难咯 好 电视机前面的同学一起回答 仔细听咯 酒类的热量高不高 等一下咯 还有咯 举例灌装一瓶啤酒350ml的 大概有多少大卡热量 欸 珍珠局好快 珍珠回答 來 150卡 然后等于三片吐司 欸 欸 不用听 是吗 他要作弊 他那边有图卡 欸 好啦 沒有關係 有沒有作弊都没有关系 他有答对嘛 對不對 糟糕 我們在考题目 結果那個板子没有收起來 對 哎呀 嚴重犯水啊 嚴重犯水啊 嚴重犯水啊對不對 下次我們會注意嘛 對不對 好 我們很開心 其實接下來這一堂課 只是要稍微讓我們認識一下 其實有很多 就是我們在飲食上面 這是喝的部分 對不對 在我們吃就是這樣子我們比例 大概會有這些熱量 當然我們還是要注意一下 剛剛醫生有說過 高熱量的 油炸的 這些都盡量少吃 酒也要少喝 我們可以喝 就是少喝一點點就好了 耶 少量少量對不對 對 我們一樣喔 等一下再休息一下 再回來我們的 電視電監步 好像是在哪兒 真的很害羞 應該是個 weight employer 金釦 有 payoff 公東西 是白 Comic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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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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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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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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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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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